好,接著到下一套,下一套我覺得是標題詐騙來的 廣告詐騙,我看通常因為輸入很多廣告八卦 這一套我發覺很多主持原來是不會先看作品介紹才看他的動畫 不是的,其實從來我都不會做這件事 不是的,其實很多時候為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看介紹的時候就已經穿了一個梗子,就不要看 通常我什麼都不看的情況下,看這個動畫的觀感是怎樣的就是怎樣的 我反而一開始會看這個動畫,因為我看到編劇田中羅脈勾 然後就想,應該也有些好看頭 原來動畫不是他編的,我錯了 你嚇死了,田中羅脈勾出這種東西 遊戲是他的 好了,這套東西就是,為什麼說他標題詐騙呢? 那套東西的名字是什麼? 套東西就是少女們向荒野進發 但是我看到有兩個男角 不是啊,出來的Poster只有女角沒有男角 那我就說你標題詐騙 我一直在想,荒野那是什麼呢? 我聽夜行者說了很多次,他說荒野是什麼呢? 我好像聽過五、六次都有 如果你根據動畫的說法,荒野就是一個少女遊戲的戰術 對他來說就是,故事裡面說,為什麼會稱之為荒野就是因為什麼呢? 在這個叫做美少女遊戲的業界裡面,其實是不成功變成人而已 他想強調的是,我要進入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那我不是一個做同仁社團的 都是同仁社團 我不是做一個簡單單單要開心就算的作品 我要一個贏的作品出來 所以說是荒野 荒野給我的定義就是寸草不生 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對,所以是森林和原野 然後看完之後,咦,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冰火遊戲嗎? 所以就完全是標題欺詐 為什麼冰火遊戲? 標題跟動畫有什麼關係? 你都七月圓,有很多少女遊戲在這裡 大多,你在一個南海裡面,洪海裡面挑戰他們 對,所以其實荒野這個字就是 荒野那種定義是什麼? 就是你在開拓著南海 你應該是 這個世界應該是 這是洪海來的 不是南海來的 這個世界現在就是什麼呢? 有數千、數萬隻的美少女遊戲 然後你告訴我,這個是荒野? 而且很有趣 因為你看過第一集,他會說 有一隻遊戲就賣八千百日圓 你有買過的人都知道 或者沒有買過的人大概都知道 一隻遊戲是這樣的錢的 然後他又說 那邊那些東西就變成沒有人買的 那就變成幾百日圓 但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年代好像是 上個世代的東西 落差都幾大 八千八百日圓 對港幣來說 六七百元 因為問題就是 其實近幾年已經 這個價錢的遊戲 是少了很多 轉變成了一些網上遊戲 或者是小價目的遊戲 所以我就 很奇怪的 阿英會不會其實是 因為 他是想形象化那個差距 其實是 因為其實那段時期 這個差距是最明顯的 當然 去到現在的 我們知道就是 所以說 時而世逆 他這個所謂的 information 其實已經是out date 了 你都可以的 即是你要營造個落差 就可以了 但是 好笑的 他最新第三集 開會說 我們不是做八千八日圓的遊戲 我們是做低價遊戲 就是要做隔壁 就要做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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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反而這樣說 才是他比較正常的說法 尤其你想想想 去年最紅的奴隸 那隻遊戲 賣1,500日圓 賣1,500日圓 是蛋佬的遊戲 這樣就很紅 正常 所以他這個目標很合理 所以他一開始的說法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一類型 所謂遊戲製作為主題的故事 我們之前都有幾套 最明顯我們插得最厲害的那套 就是所謂不喜眼女主角 那套好看很多 那套是女人好看很多 只是看畫的 你猜我不知道 你忘記他講法 畫的生命力是80% 至少至少 60%是80% 不要緊 而這套裡面 其實 以你說開頭來講 這套 還叫做 你說有些可取之事 我不是說他好 他叫做 對遊戲製作的流程 那裡的一些解釋 至少 故事裏面的主角 阿克田 他是有一些 的 basic sense 不同的不喜眼女主角 就說 我要做一隻遊戲 怎麼做 整個部門 只有兩條女兒 是屬遊戲製作的 你說三個開會的時候 發奧鬥 你說什麼也不知道 我想玩就玩 喝茶給我們 當然你說 他找出來的 就是男主角 阿北條文泰 這個角色就是 簡單 就是什麼呢 萬能型 什麼都可以 所以就找他 他的特色就是沒有特色 不是 沒有特色才不會找他 這個完全是這個意思 萬能型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後宮generator 其實不是 總模 你說不明白 你就算不喜眼女主角 也好 為什麼找你呢 因為我知道你在這個領域 這個技能 有一個很出色的地方 但是這套不是 為什麼你找這個 不知道 剛剛完蛋了 其實我喜歡這套兒子 我覺得 I am的解釋 是有他的道理 不過他玩了這麼多年 這個美少女遊戲 為什麼 認真說他就是 他知道就是什麼 這個人 萬能型 而這個人就是什麼 他都經常都說 他從來比他現在三集裡面的職務 就是什麼 找人 溝通 你不用懂得做遊戲 其實 我是要個 什麼呢 我是要個 萬能的磁石 去吸引人才 其實是他的PR角色 沒事的 等於你見到PR HR很多都是女生做的 現在是男生 所以他就是吸口供 所以他就是HR 其實是一個 要分資 他絕對不是一個腳本 他絕對不應該是死腳本 即他是H-game relationship 雖然他的體制是對的 I mean 在Galu game裡面 以我粗錢的理解 企劃人動劇本 應該是分開的角色 隨便 應該這樣說 Hutty的角色是Polusa Polusa的角色是決定方向 實作的東西其實大部分 有意外來說 Polusa 不是說 你見到就像小兽手夫 他們真的不是落手 說 蛇叔 這關應該怎樣走 他們不是去做這件事 即他的價值不是這件事 反而小兽手夫是比較特類的 反而還可以說 其實Polusa 即使他整個遊戲 都說 是小島製作的 不是小島製作的 其實是有一個團隊 去幫他 就是這個團隊 能夠將他的指示 化成一些實際 我們眼裡見到的東西 而他是控制了Quality 那他才是Polusa 所以其實在我們眼中 就說 Hutty是不是 他真的只有一個廣字 他真的只有一個廣字 即你說 他是不是在做Polusa的東西 我不敢說不是 我覺得他還可以抽水 你找人回來 你找人回來 你不喜歡 你就找人 你找人 你錯了 你不覺得嗎 如果我們取出遊戲世界 他做什麼 即是老闆 給你一個Task 只可以跟你說Say No 不像嗎 做到他對的結構為之 不是他那種 反而是像梁公那種角色 而重點在於是什麼 其實你為什麼會覺得 這個角色打壓 整個遊戲的職位流程中 這個角色是必需要的 但是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學部 人類的那幾個 Polusa的工作 Polusa就是管下面那幾個 其實 不用管的 其實是 你需要的是 實作的能力 並不是需要一個人的指示的能力 即你有一個人在你上面 咦我 就算是一個指示的能力 他去找人 都不應該找男子角先 是不應該找他 當然 他讀句 衛眼就是知道 這傢伙是萬能磁石來的 他的磁場是很厲害的 他就可以 一連鎖反應 這樣就磁了這些 他需要的人才回來 那個叫三日力場 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各位聽眾 講來講去都發覺 我們基本上是 過不了太多劇情 以及過不了太多角色上的特別的東西 因為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 基本上的劇情 講完就是 簡單一點 我簡單一點 它又是什麼呢 它是畫質劣化版 聲優劣化版 和內容更劣化版的《不起眼》 不要這樣 我還沒看《不起眼》 有些人不明白的 我又覺得 在劇情上 我不予以同意的 不是 你是在那些詞 他會帶多一些 多一些詞 但是 你說 畫面上那些 我真的承認 它真的 叫做 《不起眼》 叫做動畫化了先 不是 聲優的女主 有些女主的聲優一定會變化了 肯定 哈哈哈哈 你不會這樣 你不會這樣 很難頂 很棒 大哥 我覺得他想做 是做黑雪機的味道 但我看到 就是我不知道 他自己不忘記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明白你想說 因為畫質劣化 心情無人 我才想說這句 他裡面很多 你說 連套租的位置 都很難做的 就是什麼 哇 你說我好厲害 夾我 然後她說 作為一個叫做什麼 在一個叫做策畫網裡面 一個高 ranking的人 然後說 你找我 然後我第一個問題 你說 我收開八百元一張 哈哈 你沒有辦法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下一步 你要畫多少張 先簽約 哈哈 我不相信 當然你這個就說 她是一個很弱氣的女孩 然後就被一個很強勢的角色 攻陷了 我之前就說 我餓 我覺得很不現實 就是 第一件事 找她升優回來 你這遊戲還沒做好 你找什麼升優 然後有一個學者 我會寫program的 麻煩你寫一段 給我看看 也好 他真的說 我會寫program 那你就叫他寫 你見功都要檢查人力 我不要去沙子 但你檢查史上寫一個報告給我看得好 你反過來 你會發覺一件事 如果你說 他這一集 第一集 就是找了個男主角 少少東西 然後第二集 就很難找了各個不同類型的東西 你反過來想 你想想不起眼 不起眼 不起眼一開始做什麼 我不計介紹角色那些 最常見到就是 個個角色全部人都是否定他 你這樣做不現實的 即他會帶出現實的考慮點 這裡帶出一個學步的寬鬥考慮點 這樣說 不起眼的不現實的地方 是因為什麼 這個人真的沒有想過 即他說 做遊戲 我做遊戲 現在你不支持我 我難得這麼有大志 那個case是這樣的 但現在這裡就是什麼 有一個就是什麼 好似 心不可測的主角 我要做一個遊戲 一定可以賣的 Come on 跟我 承揚命辣曼 就在這一刻 現在的機會在你面前 你還不好好晉升 原來是賣倫敦金的人 不是 其實兩個都是 尤其是你說到 剛剛那天宇斯曼的 還是賣倫敦金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我也是說 其實他現在走的就是什麼 他真是好著重 就是什麼 他唯一的成敗關鍵就是 他真是在做遊戲 這一部分的故事情節裡面 他真的做得出 他不是 然後做完之後就是什麼 我們去海灘 實有 首先我肯定一件事 他都是三毛作品 我勉強唯一可以給他 就是他真的很慢 真的 好了 齊集各時要齊三集 我現在三集沒有定論 你之後 做遊戲的地方很真實 講追夢的東西很真實 那我給你可以辦得會 但如果你問我這三集 給我力量的力量 我覺得 是的 絕對容易 我想在座看過的各位主持 都很容易 甚至你們聽過女主角說話 你們有點覺得眼睡 我昨晚 你沒想看下去 我昨晚看不到其他動畫 因為真的太眼睡 去完這一套 整件事很後悔 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是什麼呢 大體上很多的producer 我認識裡面 其實他們說的話 都會很令人眼睡 我明白 就是 如果你去做訪問 你會發覺 其實很多人說話都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你現在做的一句是動畫 你的戲劇效果 我不是叫你 真正的producer 說話多死於暗 或者說話多沉 你這樣找我看 我很難頂 好聽一點說 忠實情義 難聽一點說 不符合動畫的需求 不是喔 忠實情義你很喜歡 忠實情義 通常都是男人 對 那這一套 我看他結束又怎樣 他究竟是 後面是什麼呢 游泳 煙花 愛情 浴衣 學餘仔 學餘仔 遊戲還沒做完 等到第二季 然後去其他學部幫忙 其實現在已經有先兆了 哥哥出現 有說哥哥是這個位置 對 對 即管是怎樣 即是哥哥都代替了縮特劍 不是我們跌了那麼多條 即管看原來其實還有多少條 我最後要再說一句 其實這一個美少遊戲 真是一款Galoo Game 本身這個原作 是未出的Galoo Game 是三月推出的 即是它是一套宣傳的動畫 但我覺得它作為一個宣傳 都真的有非常好的效果 是反宣傳了 就是這樣 反宣傳也是一種宣傳來的 其實 是不是其實 嘩 每個人都說這隻是廢 買來看看有多廢 喂 反宣傳宣傳到 最明顯的是什麼 肉袍團 是不是 那些有話題 沒有話題 但是我們在於是 他就要做 即當你可以換一個極字 它就是一個話題 對 換一個極字的時候 原來遊戲超好玩 反差 對 即是朋友跟你說 麥記有隻很難吃的包 千萬不要吃 真的 即是咖哩漢堡的時候 鬥影醜 真的 即是那個東西 有多麼似劇屎 你都好想說 你不想吃 你都想買個包來看看 正如這類型的 這隻遊戲不好玩 你都想什麼 買回來 Post上網 押下Like也好 我明白了 這是那些MKpop的道理 即是那些第一首歌 一定要拍到懶 第二首就拍好的 這樣 那我就知道 為什麼它一開始要掃 因為大家要等下價才買 對 心謀怨慮 果然是普丁手的精神 有這個 儘管在下 好 我們去下一部 好